非常激情 为什么挣钱不敢花呀 他怎么花 将来他老了怎么办 将来他孩子上学怎么办 北京的房子已经 均价已经达到一万 像三万以内就两万了 荒唐了 太荒了 我告诉你 北京的房子的建筑安装费 绝不抽了八百块钱 什么叫建筑安装费 就是工钱跟料钱呢 土地非常的便宜 中国的土地分成两种 一种叫全地所有制 比如说咱们首都市文大学的地 国家无偿划拨 但是无偿划拨的地就没有了 城市往外一阔 就是农民的地 农民地我们宪法里写的呢 叫集体所有 也就是说这个大队 这个乡 乡是一级政府 你注意 这个地就归我们这乡 我们这乡两万人 两万亩地 那么这地是谁的 不是国家的 不是全民的 就是我们这乡两万个的 叫集体所有 但是你注意 咱们国家这集体所有是假的 为什么 所有什么意思 收益权得归你 但是告诉你 你虽然是你们这个乡的 你们这乡两万人 百分之百都同意 拿出自己所有的一百亩地 搞房地产开发 不许 这叫变更土地用土 不许 去干嘛 种地去 种粮食可以 一变更土地用土 国家就要征走 叫征地补偿 安置条例 给钱 这钱怎么算的呢 这一亩地 六百六十几平方米 注意啊 这一亩地 连续三年产值的平均 比如说你的一亩地 是吨粮 一亩地打两千斤 一千公斤 这种地就是了不得的地 大家都知道 那真是粮田 一斤量多少钱 你说都能多少钱吗 多少说一块钱 你打两千斤 就是两千块 这就了不得了 你连续三年 全是两千斤 那么你的年均呢 你不就是两千块钱吗 成十 六到十 反往多了说 成十 什么意思 两万块钱一亩地 就买走了 这就是国家的招 国家定这个条例的时候 从来没有问过 这八亿农民 说你们哥们 同意不同意啊 理你都不理你啊 你的地 就说是你的地 但是我说要就要 我还不能说要 我还买 买 那价我说了算 给你拍两块钱 我就拿走 所以说你注意 如果是 北京是我们调查过 大学城 我们去过 跟着中央电视台 中央新华社 这个这个记者 我们都去过 对不对 大学城 那这是什么 农民集体所有 多少钱 五万五 还还还给你多呢 五万五 两万五到五万五 我们按五万五赛 我问你 五万五千块钱 一亩地 一平米多少钱 五万五乘以 除以661平方米 一平米八十 往多了说 一百 一亩地六万六 一平方米二百 十三万二啊 我告诉你 一亩地 一平方米 那地最多最多 两百块钱 一平米 建筑安装费八百 我告诉你 盖德了 绝不抽过一千 在家配套设施 一个小区得有商店 得有幼儿园 得有学校 全给你算一块 我就告诉你 一平米的 实际上的成本 是绝不会抽过两千 现在他告诉你 他卖你两万 所以说中国现在 房产开发商六万 北京六千家 一家房产开发商 后头 就是一个衙内 什么叫衙内 高干自立 你没有权力背景 你想搞房产开发 开什么玩笑啊你 所以说中国一调查 最速的一百个 一调查 五十一个倒房地产的 二十五个卖假药的 加一块 百分之七十六 你以为呢 你要想发财 非常简单 你勾结 共产党的腐败干部 你把老婆姓轰走 你就发财 你给的钱 我大不了 我给你拍一亩地 我给你拍十三万二 你那一拼 你不才两百吗你 他们老说 中国的土地贵 贵什么贵 太便宜了 你去问问农民 那人家的地 祖祖辈辈的宅基地 祖祖辈辈的耕地 给人家轰走 发财 现在失地农民 四千万 失去土地 两亿亩 从农民兄弟身上 无偿的转移到了 这个 这个开发商手里和地方政府手里多少钱 三十二万个亿 所以说为什么 01年入市的时候 湖北省监立县的相当的主席李长平 给朱镕基总理写信 叫我向总理说实话 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 你不是农民 你不知道农民苦 你不是农民 你不知道农民对农村的农村 农业负担的无奈和憎恨 你不是农民 你不知道农民对农村的绝望 和对城市的敌视 你不是农民 你无法真实地感觉到 总结出农民真苦 农村真穷 农业真危险 现在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干嘛呀 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 解决了吗 没解决 没解决